我代替嫡姐 嫁给她命不久已的未婚夫 新婚业就被冷落 成了家族笑柄 后来 家族败落 嫡姐抱着夫君的腿梨花带雨 深情告白 夫君淡淡笑着 既如此 你便入府做个妾 好好伺候你妹妹 十五岁那年 生母将我送回记家 寒风凛冽 送来她身上浓浓的脂粉器 你父亲为你谋了一门好婚事 到时候吃香的喝辣的 可别忘了 我这个娘 那一日大雪 巷口的风向是刀 她裹着杂毛的厚壶球 我穿着破洞的薄棉袄 嬷嬷跺着脚出来 扔给她一个钱袋 催促我快些入府 生母笑咪咪接过 转身就进了奇真阁 十两银 恰好够她前些日子看上的那支朱钗 她说 有了那钗子 她并能做回红袖招头牌 雪花模糊了她的背影 她从头到尾没有回头 看我一眼 父亲是无品主事 嫡母是官宦人家的嫡女 嫡兄一表人才 嫡姐财貌双绝 而我 则是因为八字弱 自幼被养在庄子里的小小姐 嬷嬷说我此番回来是享福的 我虽不信 可对父亲总还抱着一丝期盼 我是她的骨穴 她应当会稍稍眷顾我吧 我在偏听向她奉茶 她眉睫 闲雾开口 长得如你生母一般狐媚 当初若不是她用尽手段 我又岂会犯下大错 嫡母拉长的脸色稍缓 原来 父亲跟院子里那些客人无意 一旦被发妻找上门 就把一切的错归咎到女人身上 嫡姐季木云上前 一巴掌甩在我脸上 她的一声响 我还没说什么 她先挨忧互痛 勾兰瓦四长大的 脸皮就是厚 把我手都弄疼了 脸红肿一片 我愤然发问 为何打我 父亲皱眉看我 越发厌恶 没有规矩 往后你姐姐教训你 不可顶嘴 果然 好运从来不会眷顾我 父亲离开后 嫡姐捏折我的下巴 记住 这门婚事是我不要 才赏你的 你一个昌门贱女 能有这样的福气 这辈子无论何时见我 都该给我磕十个响头 他们都离开了 天厅里只剩下冰冷的风 我伸手一摸脸 掌心一抹鲜红血字 想来是嫡姐的指甲太长太尖 将我的脸刮破了 半月后 我被草草下嫁给病秧子安国侯世子颜玉英 他十三岁那年落水 足足在床上躺了一年才缓过来 自那之后身体变不好 回春堂的大夫断定他活不了多久 他是侯府独苗 侯夫人几番催促父亲 履行当年婚约 订婚时是济家高攀 那时安非正得圣宠 安国侯战场立功 世子聪慧绝伦 前途不可限量 然订婚后不久 前朝侯业指挥失利 生死不知 都传他被北敌俘虏 投敌叛国 安非那时正有身孕 得了这消息后惊动胎气 最后一师两命 而世子也在此时落水 坏了身子骨 此后 安国侯府一落千丈 父亲舍不得亲生嫡女嫁过去 于是将我认回 反正当初只说结亲家 只要是个女儿 嫁过去都能搪塞过去 因着世子身体不好 我与一只大公鸡拜堂过后 就被送入心房 后院寂静 我听到屋外两个侯府婢女在低声议论 乔者嫁妆盒子多 都是不值钱的玩意 好歹也是五品官员之女 就没听说嫁妆里还放五十斤白面的 咳咳咳 撕心裂肺的咳嗽打断了婢女的议论 脚步渐进 红盖头被掀起 我撞着胆子瞧了一眼 男人行销鼓励 脸色苍白 唇却被鲜血染出一片艳红 因为五官过于惊艳 活脱脱是画册里走出的厌鬼 他垂眸看我一眼 面色鸡翘 咳咳咳 猴斧落魄 连个五品小官都敢用冒牌货糊弄我 红盖头自他苍白指尖滑落 我捏紧帕子 想起今日出门时 嫁姐笑咪咪的威胁 你若是被退回来 那便像你生母那样 回窑子被千人骑万人踏吧 我鼓起勇气 一把拽着他飞色衣袖 怯声声道 我 我的确是季家女 他占我座 拉着下 疾伏衣袖下坠 露出我满是伤痕的胳膊 盐玉英长眉促起 神色韵怒 寄家人打的 不是 我出嫁在即 所以嫡姐和嫡母失报的时候 很刁钻 不会弄出这么明显的伤痕 这些旧伤 都是生母打的 每每喝多 又或者被其他姑娘抢了风头 她便会打我 都是你 若不是生你这个剑种败了身材相貌 我依然还是千万人捧的头牌 心砍的藤条狠狠抽在身上 细刺欠尽后背 夜深人静 我用手摸索去拔 往往要数次才能成功 不能哭 哭会被打得更狠 后背便这样好了伤 伤了好 如此一直持续到十二三岁 我能赚点零岁钱 且抽调了 她才打得少 但经年旧伤 痕迹却难以抹去 夫君与我喝了合锦酒 合衣在我身侧躺下 一定是厌恶我浑身伤疤 出身低微 所以才不与我洞房吧 我难以入眠 却也不敢乱动 到了夜半 感觉到床在重重抖动 我壮着胆子睁眼一瞧 见她背对着我紧紧捂住嘴唇 脸被憋得降红 被弯着 像是一只被炙烤的虾米 我赶紧给她拍背顺气 咳咳 吵醒你了 我 咳咳咳 去书房睡 说着她要强撑折起来 我手鼻脑滋快 一把将她拉住 夜深露重 你不要命了吗 再说你若睡书房 我以后便真无地自容 夫君轻轻叹息 我本不愿成婚误人 又实在不忍看母亲苦苦哀求 我命不久矣 我们若无夫妻之时 来日你说不定还能许个好人家 来日 我这样的扶贫 哪里又有来日 我颤抖着手从背后抱住她 缓缓贴上去 听老人说 咳嗽多半是因为过凉 我自幼火气望 便如此睡吧 或许你会舒缓些 外面下雨了 滴滴答答地砸在屋顶瓦片上 夜更冷了 屋内寂静 只有红烛 琵琶作响 一开始 它像是一块冰 又凉又硬 后来 它的体温渐渐回转 呼吸也变得云停 天色江明 我坠入沉沉的梦里 一觉醒来 已是日上三干 院子里传来滴滴对话声 怎生还没醒 要不老奴去看看 侯夫人道 玉婴难得睡个好觉 莫要吵醒她 既家此番太欺负人了 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女儿也就罢了 嫁妆还如此寒碜 侯夫人沉默少许 想必她在娘家也从未被重视过 吃过不少苦 吩咐下去 往后不可难为新夫人 侯府如今落败 和府上下的奴仆 加起来也不过八人 饶是如此 我静察过后 婆母仍吩咐厨房 今日的燕窝多煮一盏 也给我补补身子 发现我胳膊上的伤后 她更是红了眼眶 立马吩咐管家去回春堂 买价格昂贵的芋绒糕 看看能不能消去一些疤痕 母亲 不必了 不值当的 你叫我一生母亲 便也是我儿 怎么就不值当 钱财乃是身外物 人才是最要紧的 夫君盖着后毯子 望着我浅浅一笑 依着母亲吧 她素来爱花钱买买买 婆母沉了她一眼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为了哄媳妇 拿娘开涮 我以为 没落的门庭 日日被人轻视和议论 侯府的气氛一定是压抑敏感的 却万万没想到 婆母如此豁达 夫君又心软良善 是老天爷 突然眷顾我了吗 连着三日飘雪 天寒地冻 夫君体弱 受不得粮 也吃不住热 若是睡热炕 他第二日不止咳嗽 还不住流鼻血 每一年入了冬 他总是格外难熬 夜间床凉得很 我从背后抱着他入睡 我们便一起慢慢暖和起来 如此下来 他夜里能有一半的时间睡安稳 气色桥折倒是好了点 很快 到了回门之日 雪重难行 夫君不能出门 可我还是得回去 婆母张罗好了一英事物 出门时 夫君在我并肩插入一根和田玉六尾青鸟簪 可可可 青鸟是姻缘鸟 这簪子是姑母圣宠时 陛下赐给她的 今日与你称称场面 回了季家 嫡姐钉者这簪子 极度的眼珠子都红了 簪子是公志 又唯有这一件 贵重至极 他绝对接触不到 别以为带个簪子就真的飞上枝头 野鸡就是野鸡 永远也成不了凤凰 听说你们这三日都没有同房 可见柿子并不喜欢你 他挂着笑脸 说出的话让人心惊 你说 若这簪子碎了 柿子会不会很生气 话音一落 他伸手拔下我头上的玉簪 狠狠朝地下灌去 这簪子的尾部本就薄如蝉翼 哪里受得住这样的力道 立马就断了一尾 我蹲下去捡 身后响起熟悉的咳嗽声 一回头 夫君正站在回廊尽头 嫡姐洋装不知 娇娇软软软开口 妹妹 就算你怨恨世子不与你同房 也不该拿这么贵重的簪子出气 如今这簪子断了 可如何是好 雪大风急 廊下薄薄积雪尚未来得及清扫 夫君踏雪而来 留下浅浅一行足印 他伸手将我扶起 抵解目光闪过极度 坐坐开口 世子何时来的 世子不要责备妹妹 他自幼缺乏教导 是以性子急躁了些 从前在府内 养他鼻息 如今外嫁 难道还要任由他欺辱 我心念转动 拉长脸漠然道 簪子就是我摔的 我的确心存怨对 反正我与世子尚未远房 这门七世尚有回转的余地 不如换姐姐嫁给世子 嫡姐脸色变了 她威胁我 要将我送进窑子 恰巧暴露了她心底的恐惧 咱们就来赌一赌 到底谁更害怕 夫君眉头微醋 看我一眼 她素来聪慧 立马明白了我的意图 附和道 当初我们两家定亲时 侯府上不知计家 还有个二小姐 算起来 这门亲事 签得应该是我与大小姐才对 如今改正错误 倒也来得及 大雪的天 嫡姐额头却出了细汗 她搅紧帕子 善笑道 世子 莫要玩笑 你与妹妹都已拜过堂 哪能轻易更改 可你妹妹将我赠的簪子都摔了 嫡姐不得不到 其实 是我不小心摔的 哦 夫君拖着长长的调子 逆向嫡姐 既如此 那既姑娘须得给我家夫人道个歉 嫡姐眼睛瞪大 嘴角因为愤怒抽动不止 要她朝一向瞧不起的庶女弯腰 比舌了她胳膊还难受吧 此时 自我回门起遍 一直在书房的父亲匆匆赶来 训斥我 不懂事 你姐姐素来孩子气 你也不让着点 更是垮着脸下逐客令 风大雪急 世子还是早点回去 免得出什么插持 既家担待不起 寒风凛冽 夫君可得厉害 语气却不卑不亢 既大人 摔了臂下 玉刺的簪子还要轻轻接过 传出去怕是会说 您叫女无方啊 父亲脸色沉了 胡子气地发抖 嫡姐知 这是不会再有回环余地 只能弯下膝盖 咬牙切齿 妹妹 对不住 我输了口气 罢了 只削姐姐把簪子修复原貌 还我即可 毕竟这是陛下赏的 嫡姐极了 这如何修复得了 天下本就难寻两块一模一样的玉 且断了更不可能接回 父亲和嫡姐气得牙痒痒 却也只能赔了二百两银子 让我自行想办法去处理簪子 回去路上 夫君绷紧地闲松下来 咳得惊天动地 我一边给她顺气一边埋怨 你真是胡闹 身体这么弱 为何还在雪天出门 她望着我笑 眼底似有星辰 要给我家夫人撑腰啊 终究是我太弱 不然可以让你 指你姐姐鼻子骂一顿的 我眼眶都热了 夫君信我护我 比任何权势都让我欢喜 回了侯府 我将银票给婆母 婆母塞回给我 给我作肾 这是你的私房钱 拿去买吃买喝 我愧疚 是我没护好簪子 婆母哈哈笑 当年你姑母圣宠时 这样的东西不知拿回了多少 因为是宫内物件 只能看 不好换钱 你像回回娘家多带一些 让你那嫡姐摔碎了 多换点钱回来 嗯 还能这样操作 后来我果真这般穿金带银回娘家 故意在嫡姐面前晃来晃去 她极度地眼睛冒烟 却再也不敢胡摔 哎 她胆子也太小了 让我错过一项好进账 婆母爽朗豁达 不似寻常世家小姐 我也是入府十日常才之 原来她本是商户女 当年公共打仗奄奄一息 被她救下 两人因此结为夫妻 且公共从未内窃 对婆母也宠爱得紧 侯爷没落 如今应酬也少 有时 同街的高门显贵宴情 帖子都不会递过来 这日与婆母从天门出去 恰逢有管家带着小厮 给隔壁院子送请柬 小厮年又不懂事 安国侯府与国公府锦衣墙之隔 为何没给侯府下帖子 韩风送来管家轻蔑地回应 安国侯生死不知 安国侯世子是个病秧子 指不定哪天就没了 这辈子也不可能有出息的 安国侯府过几年还不知在不在呢 没有结交的价值了 婆母气急了 冲出门跳起来甩了那管家一巴掌 我撕了你的嘴 我儿一定会长长久久地活着 管家吓坏了 不住磕头 若是当真追究 便是打杀了她 她主家也无甚好说 婆母红遮眼 滚 婆母无心再出门 神色极为颓唐 玉婴过目不忘 十三岁就中了举 是本朝最年少的举人 可惜身子不好 六年前去参加科举会时 考了一场便吐血晕过去了 她自幼立志 为国为民 都是我这个娘不尽职 当初没有护好她 夫君爱读书 日日守不试卷 也十分关心朝堂与民生 只要身子骨允许 她便会提笔作文 那时 她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举人录取是从秀才之中摆之取三 素有金举人 银进士的说法 可见其含金量 中了举 便有了进入仕途的敲门砖 然夫君体弱 侯府没落 没有人会为她铺路 我看了一眼夫君 她捧着一本地理智 看得正是入迷 她应当 从未忘记过幼时理想吧 为人妻者 自当全力相助 夜间我搂着夫君入睡 夫君 咱们后年也去考会是吧 夫君轻轻叹息 我 我的身体怕是不行 还有一年多时间 好好僵养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夜那么深 烛火劈啪作响 夫君滴滴道 那我便去 或许只有我立于朝堂 才能为父亲求得一个真相 这些年 侯爷在战场生死未卜 人人都说他成了俘虏 做了卖国贼 陛下虽未定罪 可对侯府的冷落人人可见 夫君 心里也是憋着一口气的 从这一日起 我督促夫君早睡 又便寻京都好厨子 舔着脸去求他们教我做菜 压着夫君不要偏食 顿顿都尽些米面粥肉食 开春后 他苍白的脸上竟有了血色 夜里抱着 都不觉得个人了 这一日回春堂的老大夫来诊脉 也露了笑颜 柿子脉相比从前有利多了 这一关熬过去了 若是能一直稳住 再活十年也未可知 婆母欢喜地当场哭了 谢完神佛谢祖宗 又拉折我的手说 都是我带来的福气 夫君脸颊上有了血肉 家之本来身量挺拔 偶尔陪我出街 总能引来一众小娘子偷偷打量的目光 烦人得紧 后来我便不让他陪我出去了 这一年 我日日坚持给夫君调理 而夫君也比从前更加用功 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科举考试上 除了用膳睡觉 其他时间他都用来温习功课 荆轲的会是定在三月底 夫君早早报了名 这日我出门去买几块南边来的好莫 结果在书斋遇到了嫡姐一行人 她轻吃道 何必抱练天物 我那病秧子妹夫 说不定这次还未进贡院就晕倒了 嫡姐的几个手帕娇捂着嘴笑 就是 年少成名又如何 现在不也庸庸碌碌 别做梦了 京都人才辈出 怎么都轮不到她的 我笑了笑 夫君或许不是京士之才 可也比 只知冷嘲热讽 落井下石的你们好 一行人面色红红白白 嫡姐冷痴 不到黄河不死心 那你便等着吧 她走近 压低声音 你应该知道 我与赵公子在议亲了吧 她素有才名 只等她这次考上进士 便会上门提亲 纪刘云 你区区一个庶女 这辈子都不可能越过我 说话间 她口里的赵公子到了 长得倒是一表人才 穿着滑贵 可嫡姐与她说话时 她一双眼睛却在我身上反复打量 让人不适 嫡姐也留意到了 脸色更是难看 原来 她一直在嫉妒我呀 我拿着没出门 经过她时缓下脚步 轻声道 姐姐 我长得比你没许多 对吗 看好你的未婚夫 别让她盯着我这个已婚妇人看 嫡姐快气炸了 口不择言 哪怕考上又如何 有一个卖国贼的爹 他能谋得什么好虔诚 我气急了 抬手甩了他一巴掌 嫡姐不敢置信 你 你竟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陛下尚未定侯爷的罪 轮到你来说三道四 你比陛下还英明吗 嫡姐气得整张脸飞红 那位赵公子上前 摇着扇子 世子夫人这番话说得对 记姑娘 此番是你言行不妥了 嫡姐几乎扬倒 夫君要参加科考的事 不知怎么就传开了 还有人编了儿歌 满京都传唱 严世子 并奄奄 考科举 云在场 少天才 诺凡尘 变成一个大草包 我气急了 夫君反而宽慰我 不必在意 世上多渔民 因此我们才要读书名礼 每两日 父亲换我们回府 或许是知道夫君要考试 有一些经验传授 却没想他披头盖脸 就是一通骂 世子 街头那童谣 你都听见了吗 身体不好就好好养着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莫说你考不上 就算你考上了 你父亲那种情况 你以为陛下会给你出路吗 我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父亲 旁人也就罢了 你也是读书人 怎可如此说夫君 你必须跟夫君道歉 父亲阴沉遮脸 抬手要打我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夫君伸手 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那一巴掌 堪堪停在我耳侧 父亲数次用力 竟不得挣脱 夫君的脸色格外冷峻 既大人 刘云乃无期 如今是侯府之人 你从前未尽过父亲之责 此番也不劳你管教 若既大人觉得丢人 大可对外说不认我这个女婿 父亲气得浑身发抖 好好好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病秧子能不能撑完整场考试 双方不欢而散 回去路上 我愧疚又心酸 眼泪滑落 你这般好 却因为我 要受这样的欺辱 父亲的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切不可因此影响应事 夫君用帕子为我失去眼泪 我不委屈 亦不会有影响 只可怜我家夫人 以前在季家 不知受了多少委屈 我会考上的 必会让你扬眉吐气 我无需扬眉吐气 只盼你能一展报复 实现心中所想 不过父亲的话说到了重点 三月 本该是春暖花开 可今年 却连桃花都未舍得吐个花苞 连绵不断地春雨 气温始终不回温 空气潮湿 夫君的咳疾加重 夜间翻来覆去 总是睡不好 人看着瘦了一大圈 会是一共有三场 每场要烤三日 饮食便要排队入场 吃喝拉撒 全在一个小小格子间中 是烤才华 也是咽啼破 前两场夫君坚持下来 已是面若精致 最后入场那日 天生又下雨了 马车帘子一掀 冷雨拍在脸上 刺骨地凉 夫君剧烈地咳嗽起来 五唇的帕子上 有薄薄一层血子 我拉住他 不若算了 我们下回再考 夫君拍拍我的手背 若现在放弃 我岂能甘心 便让我去把 有烤生 再滴滴吃笑 这病烟烟的柿子 此番怕是又要晕在里面了 瞎折腾什么 手折那点祖叶 总也饿不死他 或许人家不是晕 是知道自己烤不上 所以找个借口 我欲争辩 夫君握住我的手摇摇头 心若坚定 万物不可摧 不必与他们一般见识 看他咳弯了腰入场 我心如热油滚 婆母反而宽慰我 我许久没见他这般开心了 人生短短 他若无憾 我们便全力支持 你做得很好 莫要愧疚 考完那一日 夫君是被另外两个考生架着出来的 见了我 他展颜一笑 天地增色 刘云 为夫打完了地 说完 他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他在床上躺了足足十多天 才缓过精神 人瘦了一大圈 可眼神比从前亮了许多 放榜那日 天还未亮 我与婆母便去礼部门口等着了 我们已经道德够早 却依旧人山人海 十年苦读 在此一役 有人彻夜不眠 后在此处 婆母在马车上等 嬷嬷陪着我往前挤 居然碰到了嫡姐 她讥讽我 听说那日柿子是被人抬出来的 考卷想必没达完吧 就这 你还妄想它能中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能嫁给一个短命鬼 已经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就别痴心妄想做进士娘子了 懂吗 我反问 你的赵公子就一定能中吗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还来不及刺他几句 放榜官员就出来了 人群一拥而上 我从后往前 焦急地在榜单上寻找着夫君的名字 尽是难考 一万个读书人里也就挑那两三个 有人高中了 石心风一般大笑 也有人落榜了满地打滚 有人抱着身边夫人亲了又亲 娇娇 幸而有你 若非你一路支持 我定不能高中 也有人一脚踢在奴仆身上 大哭大闹 一定是搞错了 一定是搞错了 嫡姐还在讥笑 你就算把眼睛找瞎 也不会有他名字的 便在这时 有人高喊 颜玉英 会员是颜玉英 会员 便是第一名 耳畔惊雷滚滚 我整个人都是晕的 这是我夫君 是我夫君 人群自动为我让出一条道来 我往前竖步 点起脚一寸寸摸那个高悬的名字 颜玉英 夫君曾握着我的手 一笔一画将我与他的名字并在一处 颜玉英 己留云 笔解牙齿都快咬碎了 这不可能 他考试时都晕倒了 卷子都没打完 可无人会怀疑他舞弊 因为侯府示弱 根本没有这样通天的能力 而此时 嫡姐的婢女凑过来 大小姐 奴婢已经找了三遍 没找到赵公子的名字啊 嫡姐反手就是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瞎了你的狗眼 再去找 我朝她微微一笑 我这尽是娘子 已经板上钉钉 姐姐你也要加油啊 嫡姐气得嘴都歪了 我顾不上与她争锋 挤出人群后 第一时间跟等在马车上的婆母汇报 竟是第一名 婆母欢喜得眼泪滚滚 我儿真是太争气 太争气了 我们回府时 报喜的小厮 也已经快马加鞭到了门口 婆母赏了他们一定银的茶水钱 家里早就被了鞭炮 炮声连绵不绝 整条街都弥漫着硝烟味 朱雀接住的都是权贵 家家户户地侧门打开 有奴仆探头 艳羡地朝这边张望 高门显贵 手里握着最好的老师和资源 听尽全力 出一个秀才倒也不难 若有天分 也可重近视 但夺得会员 夫君还是第一个 从前那些不来往的邻居 纷纷着管家送来了贺礼 昔日那些瞧不起他的高门公子 如今见了他也拱手作医 世子安好 仿若从前的举语从未发生 桃花不知何时已经开了 空气里荡漾着甜甜香气 夫君盖着厚毯子 一边咳嗽 一边招呼客人 我心疼他应酬辛苦 轻哼道 之前他们可不是这副嘴脸 夫君接过热帕子擦拭 淡淡笑 扒高踩低 人知本性 父亲以前说 当你爬得够高 你就会有错觉 仿佛身边全是好人 他拉折我的手 将我拥在怀中 可我们得始终记住 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 这世上倾心待我之人 除了母亲之外 便只有无知爱妻留云 瞧瞧 还是要多读书 说起情话来一套一套的 婆婆很开心 拉折我去逛街 这么大的喜事 咱们得买点东西庆祝一下 他挑了一根簪子 又给我挑了一整套铜面 这太贵了 贵什么 你是世子夫人 尽是娘子 这是你该有的牌面 他大手一挥 长贵的 算钱 买好东西 他又拉我去酒楼用膳 结果 屏风后 就坐着父亲 他和几位同僚吹嘘 我早就知道 我那女婿天纵英才 考前我还将她叫回府 与她叮嘱了一些考场事宜 答卷细节 同僚复合 若无记大人 想必世子也中不了会员 世子是千里马 那记大人就是伯乐呀 那是自然 女婿对我也是感激涕零 恭敬有加 她真是 好厚的一张脸皮 我绕过屏风 硬邦邦叫了一声 父亲 父亲经的酒杯都吊桌上 酒水沿着桌盐 滴在他长袍之上 我朝他微微屈膝 一字一句吐字清晰 还要多谢那日父亲劝夫君弃考 莫要丢人现眼 夫君被激发斗志 这才一举夺魁 父亲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那几个同僚也是神色各异 我却顾不上这些 转身拉着婆母走了 回去路上 婆母道 你那父亲的嘴 也真是 但你何须把关系闹得这么僵 他毕竟是你生父 我眼眶微红 可他从未将我当成女儿 他未有一丝一毫爱过我 婆母伸手摸我的头 你与她是妇女缘浅 也不要紧 你是我儿 你与我母女缘身 往后 我与玉婴 把老天爷欠你的爱 全部给你 我猴头哽咽 千言万语说不出口 老天爷 还是眷顾我的 父亲晚上登门了 成婚一年半 这是他第一次来侯府 我以为是来兴师问罪的 却不承想他竟言辞恳切 贤婿 从五岁那年 我第一次见你 便知你不是池中物 那日说话难听 也是为了激励你 让你勿要轻言放弃 你一定要明白为父的良苦用心 我简直开了眼 他甚至比勾篮里的嫖客还要无耻 夫君淡淡饮茶 并不接话 父亲滔滔不绝 说着殿是该注意之处 说以后进了官场 他一定会对夫君多加照福 你我父子一心 定能有所成就 我翻了个白眼 夫君才不会跟你这样的人一心 他说得口干舌燥 进入正题 今日我来 是有一事相伤 敌兄有一子 今年五岁 顽劣异常 先闭女裙子 烧腹亲养的老龟 趁夫子睡觉剪掉他胡须 嫡母宝贝这个金孙 不忍重责 连续弃走了三任启蒙夫子 父亲想将他送来侯府 放在夫君身边 让夫君管教 亏他想得出 夫君身体那般弱 那个混是魔王来了 还不知怎么折腾 见夫君没表态 父亲笑着看我 刘云 轻松也是你折儿 你嫂子和母亲身体不好 你姐又尚未婚配 唯有你和贤婿适合管教 管教是一方面 恐怕也存了将来 夫君若是在官场步步生怜 待在身边的折儿 也能跟着受益匪浅的心思吧 我不想折磨夫君 可若是一口回绝 少不得外头又要议论夫君刚考上就眼高于顶 不顾亲戚情义 简直是个烫手山芋 我正要开口 夫君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咳咳咳 咳得惊天动地 挖得喷出一口血 虚弱无比地道 岳父 我 我这身体恐怕是 不行 话音一落 他双眼一番晕了过去 一时间 侯府乱了套 我吩咐人去请大夫 婆母酌人 赶紧将夫君抬回房间 熬药的熬药 烧开水的烧开水 我看向一脸猛逼的父亲 夫君的身体状况实在没有经历教养折儿 还请父亲另寻他法 父亲还想再争取 我看了看擦黑的天色 父亲要留下用晚膳吗 我让厨子去采买些食材 应当还来得及 父亲嘴角抽抽 站起来甩下衣袖 不必了 我将他送至门口 他停下脚步 低声道 外嫁女都要靠娘嫁撑腰的 你胳膊肘往外拐 等以后被婆家欺负 可别求着为父给你出头 你会吗? 父亲 一家人 你尚且任由嫡姐打我欺我 又岂会为我得罪外人 我匆匆回屋 却发现夫君好端端坐在床边 他果然是在演戏 我拿帕子飞他的脸 刚才吓坏我了 他拽着我的手一扯 我脚下不稳 跌入他怀中 婢女点亮红烛 退了下去 夫君的手落在我的衣扣之上 哑声问 刘云 可以吗? 我身体微微发抖 不知是激动还是害怕 还未用晚膳呢 你便是我的晚膳 他的声调让人耳热 手指在盘扣上瓦撒 可以吗? 你 可以吗? 他轻轻笑了 试试你就知道了 屋外 小厮再换 柿子 夫人 该用 婆母急吼吼打断他 用什么用? 地嘴巴你 影响我抱孙子 想不到夫君虽瘦 力气倒也挺大 第一个回合 他迅速掩齐息鼓 很是受伤 然过不到一盏茶 他又还住我的腰 滴滴哄我 好刘云 让为夫再试试 这一次 我就不再轻松 折腾了小半个时辰 后来是夫君起来换人拿热水 亲自宁肝帕子给我擦身 我躲在被子里蒙着头 脸都快着火 自那日之后 夫君品尝到各种滋味 夜里也不看书 到点就盖被子睡觉 我顾虑着他身体 总是控制着 不让他过于辛苦 他因此颇有怨念 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 你夫君我呀 或许只能活个一年半载的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娘子 你便从了为夫吧 哪里还有平日那斯文高雅的模样 婆母还是担心 请了大夫来瞧 大夫把了半天卖 阴阳调和 本也是养生之道 世子如今巧者 倒是月发好了 夫君气死 有如此法子 你怎么不早说 当晚便拉着我 胡闹一通 全然忘了大夫说 一定要注意度 嫡姐和赵公子还是订婚了 赵公子的祖父是三品的户部侍郎 父亲却只是五品户部己事中 不管赵公子能不能考中 这一门婚事依然是嫡姐高攀 可嫡姐不这么想 她觉得如此一来 始终挨我一头 气得在家里摔了许多茶盏 半月后 夫君与其他共生一起参加陛下亲自主持的电视 夫君相貌俊美 与陛下谈起江南水换时 也并不留于表面 大胆见眼 陛下十分满意 钦点她为状元郎 状元榜眼和探花 会从皇宫开始 坐花车绕京都主干道一圈 那一日万人空相 人人都来目睹这一盛况 夫君容色俊美 一身红衣更衬得她灼然出尘 长街之上 人人都在被她荣光所赦 惊叹不止 无数小娘子将荷包与手里鲜花朝她地 榜眼和探花都接了不少 为夫君次次笑着摇头拒绝 我已有爱妻 多谢厚爱 由小娘子高喊 状元郎 便是与你当妾 我也愿意 我愿做通房 我愿为婢女 这还卷起来了 夫君收敛了笑意 朝茶楼上的我 摇摇看来 一字一句 置地有声 若非夫人 我这条命已然没了 又何来今日风光 我言欲应此生 绝不内切 婆母在一旁点头 是该如此 这才是我儿子 我眼泪滚滚 我何得何能 嫁入这样的人家 轰闹的人群因为她的这句话静了静 旋即无数的议论声爆开 男人们纷纷摇头 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 状元郎过于迂腐了 今日当街发誓 来日若想左拥右抱 看她如何收场 我听说她成婚一年多 尚未有孩子 这万一夫人生不出 该如何是好 与男人们的考虑不同 几乎所有的小娘子都发出艳羡的呼声 听说状元夫人是个一直养在庄子里的丫头呢 没想到状元郎还如此情深义重 我将来若有这样的夫君 便是吃康燕菜也使得 我也想要这样的夫君 这世上男女所求 实难一致 因此夫君赤诚 更是难得 我与婆母一前一后从房间出来 听得隔壁包房内 传来男女肆无忌惮的嬉闹声 正想着谁如此胡闹 门被拉开 赵公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见了我 她双眸一亮 迎上来热情招呼 没想在此处见了妹妹 当真是缘分 不如坐下来一起喝一杯 她身后两名穿着清凉的女子满是敌意地看我 我退后两步 她却伸手来扯 咱们很快就成一家人了 何必见外 婆母此时也出来了 抬手披在她头上 赵公子 与我儿媳拉拉扯扯 成何体统 我退到婆母身后 淡淡道 赵公子 等真正娶了嫡姐 再换这一生妹妹吧 上次夫君众会员 各府很多只是派管家送来贺礼 如今不同了 很多都派夫君同辈亲自登门 是道贺 更是结交 因为陛下钦点夫君为状元 就意味着侯爷之事 他并不计较 夫君从今往后 前途不可限量 侯府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人人脸上都带着笑 家家户户都是世交 那些从前压根不熟的世家夫人 如今个个都叫我好妹妹 好似从前跟我是手帕交 一天下来 我脸都笑僵了 父亲又带着一大盒礼物登门 里面居然还有嫡母给我的一双玉镯 他拍着我的肩 你嫡母想你了 你有时间也多带女婿回去走走 这样的谎话 他说起来脸不红心不跳的 父亲与夫君官起门来商议大事 然不过短短一盏茶 父亲便愤然开门而出 经过我身边时 他冷哼道 我一番良苦用心 你们夫妇还不领情 我倒要看看 他能谋到什么好职位 我进书房 一问才知事情原委 原来 父亲此番过来 是为了来日受官之事 本朝状元一般受汉临苑边修之职 燃先帝时 求贤若渴 历任状元榜眼叹花 都会问过他们自己的意思 陛下也遵循了这一点 若是合适 会尊重人才自己的意愿 父亲想让夫君去户部 户部如今正好有位置空缺 而赵公子的祖父 赵侍郎也有拉拢夫君的意思 父亲以为此事定是板上钉钉 在赵侍郎面前一口硬下 其料夫君回绝了 他想去的是兵部 去了兵部 才方便调查侯爷的事 因此惹怒了父亲 我拿了一颗果干塞到夫君嘴里 莫要听父亲的 夫君一路努力 不就为了此日 我相信事情定能查个水落石出 然还没等来受官 南方就爆发了水患 洪水冲破堤坝 将农田冲毁 房屋倒塌 百姓葬身洪水之中 有那运气好逃过一劫的 也无家可归 无数流民开始北上 短短半月 京都就涌入无数的难民 官府焦头烂额 很多高门大户都开始在门口搭棚失州 侯府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夫君和婆母听了我的建议 去城外失州 城内的机会多 而那些被阻拦在城外的流民 才真的随时会饿死 除了失州 我们用廉价破洞的油布搭了帐篷 在地上铺好油布 再铺上一层稻草 如此一来 多雨的春夜也不会那么难熬 江南水患 正是用人之计 荆轲的许多进士都被受了官 陛下这一次也点了夫君入宫 其他人都分配得差不多了 想来便是这受官之事 榜眼和炭花廊都已经定下职务 陛下召了夫君政要主妇 八百里加急的军情送了过来 北敌集结三十万大军 正在朝我朝边境滚滚而来 探子报称 北敌大军的副将 与失踪数年的安国侯友八分相似 一时激起千层浪 朝堂之中一片哗然 这些年 关于公共叛国的传言一直存在 可谁也没证据 此番探子的言语 对于夫君来说 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夫君受官的事情不了了之 回府时他尚且神色镇定 可门一关 他就挖得吐出一口鲜血 父亲 他 他绝不会叛国 我紧紧搂住他 是 我信你 我信你 能宠爱出身平常的妻子数年如一日 能教导出如此聪慧良善的儿子 能为大楚叛阙 伤痕累累 我那素未谋面的公公 又岂会是坏人 可其他人却不这么想 前些日子侯府还花团紧簇 转瞬间就门口罗雀 那些一口一个严凶的同科 如今对夫君避之不及 还有些正直的老百姓 往侯府门上砸臭鸡蛋 丢烂菜叶 有人经过侯府门口 会朝门口的大狮子上 呸呸呸吐口水 京都下雨了 这一场大雨 重重地淋在侯府头顶 砸得所有人呼吸困难 父亲夜间偷偷而来 将我换到门口 随我回府吧 我以为他稍稍有些关心我 却不承想他说 你去求一纸和黎叔 我带你走 定还可以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夫君 上次赵家公子便说了 这一瞬 怒火从脚底窜到脑袋顶 我赤道 父亲 你当我是什么 我已经替嫡姐嫁过一次 你还想让我再嫁一次 你若怕被连累 便将我踢出族谱 断绝妇女关系好了 父亲沉遮脸 我也是为你好 我谢谢你 我用不上 我趴地甩上侧门 撞到父亲的鼻子 隔着门板 他疼得嗷嗷叫 怎么不撞死他 一回头 见夫君一身长衫 立于玉兰树下 风雨飘摇 他并未打伞 脚边是无数被雨打落的玉兰花瓣 戚风苦雨 他瘦削得像是随时会被折断 我心一酸 跑过去将伞撑在他头顶 他垂眸看着我笑了笑 声音轻得像是羽毛 刘云 我们合离吧 你说什么 我写一纸盒 你闭嘴 我坚声道 父亲要带我回去 是想将我送给赵公子 我在他眼里不过是物件而已 不回纪家 我可想法子为你安排其他去处 我不走 你既相信侯爷 我也相信你 我紧紧握住他的衣袖 你我夫妻一提 你若此时赶我走 我即刻便吊死在这玉兰树下 夫君眸光清颤 几个呼吸后 他伸手 紧紧抱住我 刘云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 往后你就算求我 我也不会放你走了 他热泪滚落在我头顶 我抱着他 呜呜地哭泣 泪眼朦胧里 看到回廊尽头婆母转身 带着嬷嬷回了自己小院 这一夜 夫君与我极尽前犬 他似乎想将我揉碎 塞入自己的骨穴之中 第二日 我与夫君都睡过头了 昨夜狂风暴雨 今日竟难得是个晴天 夫君昨夜累极了 我便没有惊动他 吩咐婢女 若夫君醒了 便让他去城内采买 我去找婆母 她早就识都好了自己 我看着她笑 母亲 咱们走吧 婆母冲我点点头 哎 走 我们坐马车出城 结果被城门力拦住 她神色巨傲又轻蔑 两位夫人不会是想跑路吧 婆母 有礼有节 我们是去城外给难民失舟 已经连续数日都是如此 你去问问便知 小力轻吃 谁知是不是你们瞒天过海的计策 不能放你们出去 日头已经过午 我急了 那些流民还等着吃饭呢 小力不肯放行 还讽刺我们是卖国贼 叛徒 说我们定是想法子逃离京都 正在气愤 九门提督张大人到了 他同管京都各门出入 他一一查看我们马车上所带之物 又问过夫君在何处后 道 放行 小力急急道 大人 张大人冷脸 陛下尚未下令限制侯府人行踪 你平和阻拦 小力 这才应声退下 张大人朝我们拱手 夫人 世子夫人 如金边关站起 流民众多 为了二位的安全起见 我会让几个兄弟保护你们周全 不是保护 是监事吧 不过能让我们出门即可 连这数日都是如此 一开始 我还担心流民会觉得我们是卖国贼而有抵触情绪 岂料他们呵呵笑着 我们才不管那些 你们给我们饭吃 让我们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你们就是我们的菩萨 城内 高门显贵们对我们避之不及 城外 流民们却将我们奉为神明 不过是一墙之隔 这是监事 有时也荒唐可笑 一连数日我们都坚持出城失洲 夫君一直留在城内 只有他在城内 我与婆母才能出得去 这日在城门口 遇到了嫡姐 她坐在赵家的马车上 聊起帘子 对着我笑 季流云 这会再做表面功夫 还有用吗 你夫君考上状元又如何 你的命都保不住了 你拿什么跟我比 我静静看他 我从未想过要跟你比 是你一直将我当成假想敌 正好 小利们已经查完 我放下帘子 马车缓缓出城 流民们已经等久了 我们一到 立马上前帮忙 很快 食物的香气富裕起来 我埋头打粥 手都快断了 一个温和的中年男生想起 给我也来一碗 这人衣衫颜色朴素 气质却高滑 且身边还跟了随从 我皱了眉 碗呢 没带 我从箩筐里拿出一个破口的碗 随从训斥 你好大的胆 竟敢给我加老爷 爱吃吃 不吃拉倒 我累了一天 没个好气 一看你们就是不缺吃喝的 何苦跟他们来抢着一口吃的中年男人接过碗 烦劳 我就尝一口便渴 我给他咬了半勺 他慢慢喝完 又要了一个煮红薯 自己吃了一小口后 剩下的递给了眼巴巴的孩童 此时 我们的食物 分发的也差不多了 中年男人又走过来 我看成内湿的都是白馒头 白米粥 你这 话音未落 一个老汉吼道 贵人 你不要多管闲事 能有口热乎的就行 红薯配杂粮粥 我们庄稼人干活就这么吃的 其他人也纷纷复合 是啊 能吃上就行 白面 我这一辈子都吃不上几回 一斤白米抵五斤杂粮 一斤白面换十斤红薯 我擦折手 笑 这种时候 让更多人吃到才是最要紧的 且 边关战士在即 如今的白面和白米是什么价 贵人可知 他指着流民们手背上那一点珠红 这又是何意 怕有人反复领 便会占了别人的份额 因此做个标记 此时 婆婆在另外一个帐篷也熬完了药材过来 与我会合 他看了一眼中年人和他随从后 神色大变 拉着我跪下 拜见 中年人一把拉住他 人多眼杂 不必多礼 我们随他上了马车 才知他竟是当朝陛下 我刚才对他那般态度 陛下很温和 你不必惊慌 你们做好事 朕岂会责怪 如今人人都在说侯府叛国 你们想必也受了诸多为难 怎么还坚持做这个 我沉默少许 因为我们答应过 只要侯府还有余粮 便会一直接济 直到他们熬过这一关 夫君说过 做人 应言出必行 婆母叩首 若是陛下要治侯府的罪 也请到时将没收的财物 用于救济这些流民 陛下审孝 侯府如今还有多少财物 婆母一政 善善道 旁的道也没多少 安妃当年给臣妇的一些首饰 应当能换不少银钱 陛下愣神少许 语气悠长 是了 她从前喜欢你 屡屡在朕面前说起你 朕赏给她的好东西 也有不少落到你手上 婆母抿着唇 不敢再答话 陛下倾笑了一声 仔细算算 她还是比我有福气 原来侯爷曾是陛下陪读 那时陛下只是不得宠的三皇子 连个封号都没有 少年情义 公共始终不离不弃 大约是因此 虽然一直盛传公共 被招降 但陛下也未为难过侯府 本以为有了今日这个契机 陛下会放侯府一马 却没想边关传来消息 第一站 大楚败了 守城的将士明明白白看清楚 北狄的副将之中 有一个便是失踪已久的安国侯 之前只是疑似 如今却有了确切的证据 公共曾为大楚将领 对大楚的布防、官员、城池结构 各地名情了如指掌 他的叛变 对如今内忧外患的大楚来说 无疑是致命一击 朝堂一片混乱 父亲第一个站出来 请陛下立马将侯府所有人都拘禁起来 必要时刻 我们都可以作为前治安国侯的筹码 早知父亲无情 却不承想他为了摘亲关系 真的做到如此地步 不少臣子纷纷附和 侯府被人重重围住 陛下旨意 将婆母、夫君与我 一起关押到宫内地牢之中 我们被锁走那日 嫡姐就站在长街上看 五月的日光已经很毒辣 她对着我笑 笑得如此得意 愚蠢的女人 如果侯府真的通敌卖国 难道季家作为殷亲 在朝堂跳出来大意灭亲 就没有影响了吗? 地牢阴暗 但被褥倒是厚实暖和 狱卒们严厉 却也没有严刑拷打过我们 陛下身边的墨公公 还送来了几十册书卷 笔墨只验这些 也可认取 吃穿上亦不曾亏待 一开始 我很焦虑 夫君倒是淡定 左右无视 你不是一直想学字 不如借着这个机会教你 她语气笃定 眉眼温和 刘云 莫怕 就因为随时会死 所以才要好好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死 其实也不可怕 幼年 我无数次在生死边缘挣扎 母亲的鞭打 客人们脏污的眼神 暗夜里被偷偷打开的门锁 那时 楼里人人花枝招展 然而我的世界只有无尽的灰 如今 这牢里暗沉沉地不见天日 可我的世界却是五彩斑斓的 定期会有杂役整理牢房 建了满屋子自帖很是无语 外头打仗都打疯了 天你们还有这镜头 婆母催她 怎地 陛下让我们今天就死了吗? 既然没有 那活一天转一天 自是要好好活着 今日我想吃红烧肉 杂役被婆母对得直翻白眼 晚间 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上了桌 用的是上好的五花肉 但是我只吃了一块红烧肉 就呕吐不止 梅姨会太医来了 把玩左手把右手 神色古怪 少夫人 您 有身孕了 我脑中隆隆作响 有身孕了 偏偏是现在 足足一个时辰 夫君才消化了这个消息 她扶着我 并边碎发 刘云 我们不会死的 信我 我们一起加油 保住腹中的孩子 婆母也握着我的手 这孩子是个懂事的 是怕你孤单 挑这个时候来陪你 刘云 女人有孕 最重要的便是心境开阔 万不可胡思乱想 孩子并不乖 我吐得昏天黑地 太医尽全力给我保胎 安胎药喝了一碗又一碗 加之夫君的咳疾也要用药 整个牢房内都是一股药味 只要身体允许 夫君就会扶着我慢慢在地牢里走动 婆母说 怀了孩子也要适度活动 这样孩子才健康 她一向不擅长做针线活 此番也找牢头要了些布料针线 开始慢慢缝制孩子的衣衫 每一日都似乎很漫长 可回头一看 我们竟已经在牢里待了近十个月 就连除夕夜都是在牢里度过的 我肚子大的几乎已经走不动了 这一日 初春的最后一场雪总算停了 吱嘎吱嘎的声音响起 沉重的地牢大门被打开 一身巢浮的大理寺青手握金黄色圣旨 从高高台阶上下来 这一日 终于到了 小腹振振缩紧 裙下已经如湿 羊水破了 此番 我与夫君 我的孩儿 到底是生还是死 大理寺青原本一脸严肃 见地上绵延的水渍后 面色大变 快快 将世子夫人抬出去 叫太医 叫吻婆 我是在担架上街的圣旨 原来 侯爷并未被判 他的确为北敌俘虏 受尽折磨后 他假装降服 此次北敌借着大楚内患之计 发动战争 侯爷加入其中 前妻假装为北敌作战 获得了信任后 他将北敌大军的不防图送出 与大楚里应外合 最后将北敌三十万大军禁属歼灭 因为侯爷与夫君一样 也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因此 只是在会上看过几眼不防图 也能将他们重新画出来 三十万 几乎适举北敌全国之力 此番被全部歼灭 谈判桌上 他们必定要大出血 如此一来 至少能换大楚三十年太平 我在痛了三天三夜后 最后在皇宫之中顺利产下一女 产女这日 玉花园的十树桃花 齐齐盛开 陛下亲自过来抱了孩子 四圣桃县主 隔着帘子 听得他对婆母和夫君说 这段日子以来委屈你们了 不过朕总算对颜兄有个交代 当年他上战场 朕曾允诺 定会照顾好他妻儿 希望他回来时 不会责备朕 侯爷尚在回朝路上 流水一样的赏赐 就入了侯府 夫君也定了职位 兵部主事 无品官 本朝历任状元中 他授予的官职是最高的 陛下还指了太医 证给夫君调理身体 务必要将朕的折儿调理好 朕以后还指着他帮太子呢 侯府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重状元时 来的都是夫君的同辈 如今 来的都是各府的化石人 拉着夫君的手 贤侄贤侄地换 送来的礼物 也都是奇珍异宝 寻常的玉石精气 都拿不出手 夫人们也来探望月子里的我 说我美貌端庄 望夫 品行高洁不离不弃 什么夸人的话 都说得出口 从前 他们就算不养着鼻孔看我 对我态度也是疏离客套得紧 拜访的人络绎不绝 婆母和夫君见我疲于应付 索性拒绝了所有人的探视 让我安安心心坐月子 这一日我正坐在床上逗弄陶陶 婆母匆匆而来 说父亲和嫡姐来了 忘了说 这一场仗原本也不需要打上如此久 时乃负责粮草的户部 赵侍郎通敌北敌 偷粮换柱 在押运途中一把大火烧了劣质粮草 导致大军几乎断粮 若非侯爷及时提醒陛下其中猫腻 这一场仗是舒适营 还未可知 季家与赵家有殷亲 父亲素日又与这个上风走得极近 现在赵侍郎被查 虽还未吐出父亲 但父亲也被停职 居在府内不可外出 此番能出来 全是因说来探望我 陛下才开恩 如今想想 当初若是夫君答应去护部 那在陛下眼中 岂不是与赵侍郎沆瀣一气? 如此一来 侯爷是不是极为可疑? 陛下是否还会相信侯爷、相信侯府? 我尚未答应 便听得门外喧哗 父亲不顾祖兰 进了后院 短短一年不到 他看上去老了数年 从前他最重形象 如今下巴密密 全是胡茶 并边的头发也白了许多 连身上的衣衫 也是不合身的款式 嫡姐看折比从前瘦了点 但却是盛装打扮而来 隔着软帘 父亲簇着眉 怎得生的是女儿 若是个儿子 岂不是更好? 我皱眉 语气冷淡 父亲此番过来 是有何事? 纪家因为赵家被牵连 这是你想必已经听说了吧? 纪家毕竟是你娘家 一直被这么拘着 对你名声也不好 陛下如今重视侯府 你让贤婿跟陛下美言几句 解了纪家的拘禁吧 他说的那般轻描淡写 好似这是官释放 就是夫君一句话的事 我都气笑了 父亲 你是否真与赵侍郎为伍? 父亲立马否定 自然不曾 那你急什么? 陛下英明 很快会还你一个公道 父亲不承想 我拒绝得如此迅速彻底 怒了 纪流云 我是你父亲 为人儿女 怎能让父亲身处刀山火海 自己安于享乐 隔着朱连 我静静看他 答道 那为人父亲 就可以看女儿生不如死 视而不见吗? 那时 嫡母让嬷嬷用针一根根扎入我脚趾盖中 食指连心 父亲当之有多痛 如今响来 我声音仍是微微发抖 我求父亲救救我 可父亲说 嫡母罚我 一定是我做错了事 今日果 时乃过去因 我一字一句 父亲若问心无愧 那便等陛下裁决 我绝不会让夫君卷入此事之中 父亲拳头捏得紧紧的 沉默少许后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刘云 过去是父亲错了 你嫡母门地高 父亲也是不得已 我们是血脉之亲 算父亲求你 只要你帮了父亲这一回 以后继家你说了算 父亲 我那时也曾给你磕头呢 我轻轻笑了 你帮我了吗 父亲脸色惨白 他没有 他说 你一个昌门生出的贱女 能入季家已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委屈也是你该受的 我声音哽咽 对外 我是你女儿 对内 我连府内烧火的丫鬟都不如 明明是她管不住自己下半身 才将我带来世上 可最后 却是我承担下所有的恶意 一直沉默的嫡姐忍不了 坚声道 既流云 若无既家 哪有你今日 要不是我将这世子夫人之位让给你 你现在哪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这是你欠嫡嫡的 她话还没说完 父亲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 嫡姐都猛了 父亲 你打我 父亲一脚踹在嫡姐膝盖窝 嫡姐猝不及防 扑通一声 跪了下去 要不是你从前刁蛮任性 一直欺辱你妹妹 何至于走到这一步 你现在就给你妹妹磕头道歉 她按着嫡姐的头往地上撞 嫡姐尖叫挣扎 不 我绝不会跟一个勾兰瓦四处来的仓妇道歉 父女俩眼看着就要打起来 这时 滴滴的咳嗽声响起 夫君来了 嫡姐甩开父亲的手 悉行着到夫君身边 一把拽住她的衣袍 我才是世子的未婚妻 当初弄错了 她仰着头 阴阴窃窃看向夫君 既流云出身低贱 根本配不上世子高贵的身份 我对世子一片真心 当初都是父亲祖兰 夫君居高临下 似笑非笑地看她 是吗? 嫡姐眼中迸发出希望 当然 只要能与世子在一起 做牛做马也使得 夫君轻轻一笑 既如此 你妹妹缺个使还的奴婢 不如你就替我好好服侍她吧 嫡姐郑主 夫君扯回自己的衣袍 脸色骤寒 你以为本世子眼瞎耳聋吗? 当初你们怕我命不久矣 所以找人来搪塞 如今侯府风生水起又反悔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无论刘云是嫡女庶女 是在农庄还是在沟兰长大 她永远都是我夫人 嫡姐和父亲被赶了出去 她极度不甘 怒吼 是我 我才是世子夫人 我才是 她偷了我的人生 偷了我的气韵 夫君一个眼色过去 立马有摩摩上前 堵住了她的嘴 夫君掀开帘子 扶着我坐回床上 她拉着我的手 身情款款 幸而是你 若是她 恐怕我都熬不过婚后的第一个冬天 我还怕她会嫌弃我出身 这一句 将我万千忧虑都化开了 因为怀孕时住的是地牢 婆母坚持让我坐双月子来填补身体亏空 等双月子坐完 父亲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 她的确没有卖国行为 可赵侍郎曾有过暗示 他明知上风有不利于大楚的心思 却隐瞒不报 也是罪 被削去官职 查抄家产 终生不得入室 赵家被满门抄斩 赵公子与嫡姐的婚事自然不了了之 从前她瞧不上这个 看不上那个 恨不能嫁入皇家当王妃 如今这般身份 别说嫁入王府 便是七品之骂官 也不敢照她为儿媳 嫡母的娘家父亲是个四品官 娘家兄长如今也是五品 可除了这样的事 他们迫不及待地撇清了关系 据婢女说 嫡姐大雨里哭着拍外祖妇的门拍了整整一夜 可是那张门却始终没有打开 当初纪家被封 嫂子便向嫡兄求了一纸修书 嫂子娘家不显 这些年没少受嫡母搓妥 就连儿子也没法自己带 被嫡母惯得不成样子 虽说娘家门地不高 可嫂子的两位兄长倒是有情有义 不仅将她接了回去 连带着刁蛮的折儿 也一同收留 纪家如今是众叛亲离 全家人寄居在一处废旧闹鬼的宅子里 而此时 侯爷已经回朝 陛下对此番参战的将领大家赏赐 安国侯升为安国公 陛下的意思想让公共继续执掌兵府 可公共拒绝了 臣已年迈 在北敌又被伤了筋骨 恳求陛下恩准 让臣已养天年 陛下几番劝说无果 最后也便依了公共 我没有声响 然夫君晚间与我说 公共这番操作 也是不得已 民间现在编了无数的童谣 歌颂国公爷忍辱负重 聪慧勇猛 换得大楚数十年太平 此时若继续手握兵权 难免陛下忌惮 边关无战事 如今享受天伦之乐 正是好时候 公共回来后 婆母看着年轻了好些岁 整个人都是发光的 然不知从哪天开始 百姓间有了流言 说我不是嫡母亲生的女儿 我以前是窑子里的娼妓 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 想来也知道是谁的手笔 陶陶百日宴 办得很盛大 如今国公圣卷正浓 夫君是金朝状元 陶陶又是陛下亲风的县主 此番百日宴 陛下也早早赐下丰厚的贺礼 我们想低调也不行 宾客多的国公府 几乎都没有下脚的地 人人嘴里都是恭喜 各个脸上都是笑容 气氛正热烈 一个不速之客从人群里钻了出来 是嫡姐 她一身丫头打扮 不知是跟着哪个宾客混进来的 更要命的是 她手里拉折的 还是我的生母 那个红袖招曾经的头牌 嫡姐推了推生母 你女儿就在那儿 你快去相认啊 如今她可是世子夫人 你想要什么金银首饰没有啊 生母嘴唇如动 宾客们怯怯思语 那好像是红袖招的姑娘吧 叫 叫柳云云 就是她 当年野火过半年 后来突然就销声匿迹了 再出现就老了 该不会世子夫人 真是勾篮里出来的吧 你别说 长得还挺像的 众人的目光纷纷盯折我 嫡姐嘴角弯着 眼底满满都是恶毒 她拽着生母 一步步往前 快去啊 自己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吗 我脑中隆隆作响 却还是抱着孩子 平静地与生母对视 夫君站起来 走到了我身侧 生母已经走到对面 垂眸看了眼我怀里的陶陶 问 她叫什么 小明陶陶 生母眼眶微红 挺好 跟夫人您长得真相 理解咯咯咯笑 这是你的外孙女 你不抱抱吗 生母笑了起来 越笑越大声 像个疯子一样 眼泪都掉了下来 我哪有这么俊这么有出息的女儿啊 我抱孩子的手一紧 不敢置信地看向她 她在衣袖里掏啊掏 掏出一个荷包 丢给嫡姐 这不是我女儿 你的钱我不能收 这不是我女儿 我女儿早没了 早没了 呵呵呵呵 我不要你的臭钱 我只要我女儿管家上前 带走了看上去神志不清的生母 几个嬷嬷去拽嫡姐 她不断地挣扎怒吼 你根本不是我妹 你就是娼妓的孩子 这个世子夫人 原本是我的 是我的 世子 世子 我才是你命定的妻子啊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夫君搂住我的肩 一字一句 我此生唯有一妻 那便是刘云 她也是国公府的少夫人 不是你一个庶民就可以随便污蔑的 她表情冷漠嫌悟 送官吧 嫡姐哭喊着 被小丝扭到经兆引去了 忙活一天 送走宾客 我在后院见到了生母 她正抱着一盘猪蹄在啃 见了我 她含着东西口齿不清 世子夫人 混得真不错 不愧是我女儿 就是有出息 为什么没有当众拆穿我 生母咽下口里的肉 笑了笑 陶陶长得很像小时候的你 世子夫人一定很多首饰吧 她用帕子擦了手 眼睛亮起来 快带我去挑挑 我帮你一个大忙 你可不能吝啬呀 红烛映出她满脸的皱纹 还有亮得破人的眼睛 我好想问问她 你爱过我吗 像一个母亲爱一个孩子那样 像我爱陶陶一样 可我最后什么都没问 淡淡回 一会婢女带你去库房 你自己选吧 生母十分满意 现在我看谁还能争得过我 夫君给生母找了个宅子 又配了两个婢女 吃穿用肚一婴式 侯府开销 年底看账单时 我都被吓了一跳 生母后续没来看过我 我也没去瞧过她 只淘淘每年生日 她都会送个荷包 那粗烈的针脚 一看就是她自己绣的 幼年时 我也想要一个母亲亲手做的荷包 可她忙着梳妆打扮 从不曾有耐心做这个 那些荷包被我收起来 放在箱子的最底部 嫡姐被关了两年 从牢里出来时 已经二十 一不到人家 嫁不出去 最后 她去了洪秀昭 因为是官家小姐 倒是吸引了不少恩客 有一日我带淘淘上街 恰逢她从一个客人的马车上下来 病发散乱 口之晕开一片 我们隔空对视少许后 她拿着帕子擦擦嘴 转身离去 她终究 活成了自己最看不起的样子 夫君在兵部历世多年 三十出头便做到了兵部侍郎 后新皇上任 他被调任户部尚书 理清户部多年烂涨 其后太子启蒙 夫君又兼任太子太父 四十五岁这年 她被酌为一品宰府 我也被封为一品告命 与她一起 同受陛下恩赐 她的咳疾始终未能痊愈 夜夜要搂着我入睡才能得安稳 我们育有两子两女 孙辈共有十五人 她实现了 当初众状元时所诺 一生从未乃切 我七十岁大寿那日 突发重病 她于床边拉折我的手 刘云莫怕 我随后便来陪你 来世 咱们还要做夫妻?